这个里面呢 主要就是看一下各个插件的作用 就是它里面又安装了好多个插件 因为我们是用交手机安装的 肯定会带好多的插件 我们可以看一下各个插件有什么作用 然后呢我们再思考一下各个插件的实现原理 这个呢我们完全可以结合 我们之前讲过的一些知识来对比着看 大家就很容易能看出它的实现原理 这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之前 要花那么多的精力去讲一些 不依赖于框架 不依赖于工具的一些实现开发 再往现在就是处理一个get的请求和post的请求 就是我们先简单演示一下 我们express到底怎么去操作这个web server的开发 接着咱们演示一下 我们打开这个express里面的这个app.js 打开这个js呢 我们还要同步打开这个blog 之前那个blog1里面的app.js 我们对比着看 OK那我们从中开始看吧 第一个它有个create server create server呢它引用的是叫 attp.arrow的一个插件 这个插件就是用apm安装的 它给我们自动安装好的 这个东西呢 它其实作用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 这里面 大家看 catch 404 and forward to arrow handler 就是 它通过这个attp.arrow 传入一个404 它会帮助我们去检验一个错误页的一个处理 这个其实 我们可以简单演示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个里面 我们随便访问一个路由 随便访问一个路由 没有是吧 没有大家看 lodefond对吧 lodefond 然后它处理的其实就这么一种情况 就是如果是404的话 它会给一个就是稍微友好一点的提示 这块呢 其实 不用太多关心 然后再往下 express 当然我们用express 当然也要引用express 对吧 再往下pass 这个pass肯定就是我们 NordiS里面引用的那个pass 然后catch pass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看一下 catch pass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app.use cookie pass 所谓app.use呢 我们后面再介绍中间链的时候 我们再说 就是说 它这个意思呢 就是catch pass 大家看这个字面意思 就是解析catch的对吧 其实这个意思呢 跟我们这个地方是 有一个解析catch的一个地方是一样的 我们找一下 大家看 这儿解析catch对吧 解析catch 然后我们解析的是我们自己写的代码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只要引用这个catch pass 大家看 引用这个catch 然后在这个地方 一去注册 app.use就是说 我注册这个方法 一去注册 然后每次请用过来之后呢 只要是 经过这个处理之后 比如说你这儿去防卫什么request的点 不是这儿 就是比如说我们找一个路由里面 就只要经过这个处理之后 我们再去做一个路由 这个路由我们等会儿会讲 路由里面就是request和response 对吧 这个跟我们的路由是一样的 经过了这一步处理之后 我们路由里面可以很轻松的 使用request这样cookies 去防卫所有的cookie 大家看明白了吧 就只要经过这个拆析的处理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防卫cookie了 然后我们之前怎么实现呢 我们之前是自己写的 对吧 自己写的这种方式很伴重 而且很容易出现一些 就是那些极端情况的一些失误 因为我们这儿考虑的仅仅是一些 就是特别常见的一些情况 如果万一有什么极端情况的话 那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 当然我们就这儿不深究了 毕竟是有一个直接一个插件 直接个现成的插件来用 这就是这个cookie password cookie password在这儿就是为了 就是类似于我们在这儿 解析cookie做的这一步的工作一样 只不过我们把它做成插件 有人把它做成插件 我们直接用了 这个morgan呢 morgan是什么意思呢 morgan在这儿用完之后呢 我们在这儿一引用 就可以很轻松的实现什么 实现这个 类似于这种功能 就是access什么什么东西 记录 access lock 就是我们这儿 我们之前的时候呢 是自己实现了这个access的功能 对吧 自己实现了access的功能 然后自己实现了日志记录的功能 然后我们自己去获取method 获取url 获取user urgent 以及获取时间充 来去存日志 对吧 但是在express这里 你只需要引用这个morgan 通过那儿一配置 它就会自动为你生成日志 当然还需要一些配置 这个配置我们 接下来会单独的讲 总之 它的意思就是说 跟这个cookie pass 一样 我们有了现成的工具之后 我们就会 很轻松的去实现 解析cookie 对吧 我们有了这个morgan之后 我们就很轻松的去写日志 其实它其中的原理 大家想一下 我们讲了这么多了 我们讲了cookie pass 讲了这个morgan了 它的原理和我们这儿的原理 是完全一样的 只不过它把它封装成了 一个插件 我们可以直接用而已 只不过它这个插件 比我们写的要完善 要复杂 要易用而已 我们自己写的 可能花时间也能写出来 只不过这个经历上 这可能就是说 大家每个人的经历都有限 对吧 我们不可能说每个人都写 很多很完善的插件 为我们自己一个项目来写 这样是肯定是不行的 然后再往下是引用了两个路由 引用了两个路由 这个呢 就是类似于什么 我们这儿 大家看我们这儿 这儿我们也是引用了两个路由 对吧 再往下呢 就是处理化一个APP 就是通过Express 这个Henry进行处理化APP 这个APP呢 我们看一下 APP就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是 我们本次 就这个系统一运行之后 它就可以监听 这个客户端访问了 是吧 每次客户端访问 它都会形成一个实例 也就是说 这是本次 HGP警惧的一个实例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那一个设置 试图我们这儿不管 因为我们这儿只做后端 我们不管前端 对吧 试图就是说 是一些前端页面的一些引用设置 我们这儿假定是纯后端开发 所以说我们这儿就不管它 再往下 APP.use 就当前这个 请求防卫过来之后 我们去使用什么 use就是使用的意思 对吧 我们去使用这个logger DV logger是什么 logger就是上面讲的 就是Morgan 这个日志 我们去使用日志 至于这个地方 怎么去使用 怎么去记录文件 我们在后面会详细的讲 再往下使用 express.json 什么叫express.json呢 这个其实就是类似于什么 类似于我们这里面的 这个get post data 我们这里面写了很多 对吧 get post data呢 我们使用一个promise 然后下面我们监听 什么request on data request on end 然后我们去获取post的数据 对吧 最后获取完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获取完之后呢 我们往这个request.json 上附了一个值 对吧 我们自己写了很多的东西 然后往这个request.json 上附了一个值 对吧 然后再 我们先关注这个路由 然后在这儿呢 我们只需要简单的用一个express.json 就可以把这个功能运办成 也就是说 你只要是用了express.json 如果有这个post请求 传入了数据 你完全可以在路由里面 通过什么 通过request.json 把这个数据回到 你不用再自己写 那既然是他的目的 和我们是一样达成 那他的原理是什么 原理肯定就是我们这儿 写的对吧 这些 他的原理我们在那儿 早已经写过了 所以说我们怎么实现的 他基本上就是怎么实现的 只不过他实现的 可能比我们更加 考虑的一些细节更加多呀 情况更加复杂呀 就是这样 但是基本的原理是一样的 再往下 express.json 这个的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 其实和这个json差不多 extra.json 是他是获取的 是吗 我们看一下这儿 他获取的是这个 就是这content type 等于json的格式 就是post的数据 content type等于json的格式 那还有另外的格式 我们看一下postman里面 还有另外的格式 比如说 我们post的时候 这个数据 比如说叫 就是类似于我们 去使用表单提要的时候 比如说 k1等于v1 and k2等于v2 这种数据 遇到这种数据的话 我们之前写的那个代码 就是这套代码 就解释不了了 因为我们判断了 我们只解释 json的情况 对吧 但是现实情况下 我们不可能说 你作为一个框架 全世界的开发者都在使用 你只兼容json 这个肯定说不过去 对吧 你怎么保证 所有的开发者都上传这层格式的 万一人员上传的 是不是这层格式的 万一人员上传的是这种格式的 那你不就废了吗 所以说我们这儿的 还要兼容其他的格式 就是post的数据 兼容其他的格式 这两个写完的目的 都是为了往这个 request.body里面去 把这个数据给它塞过去 就是如果有post的数据的话 好 再往下是cookiepasser 就是解析cookie 对吧 再往下这一行 这一行呢 我们其实没必要去关心 因为这一行 它对应的是什么 就public嘛 我先主持人 这一行对应的是 这个public文件夹 这里面呢 是一些静态文件 像图片啊 gss啊 css的静态文件 就是express 可以通过这个注册 如果你在访问 这个静态文件的时候 它可以给你 把这个文件给你返回 但是我们 我们这儿不深究了 我们这儿不深究了 我们这个地方只是 一个web server的开发 对我们的定位 就是个server的开发 所以说 前段的东西 我们就不深究 而且我们定位 是强务端分离的 所以说这块 我们就先注册掉 不管 其实这两个注册掉之后呢 这public文件 文件家家和这个vios文件家 就可以删掉了 然后一辟点use 再往下 大家看全是use 对吧 再往下 这儿有一个 这个符号 就是gameru 然后index root 然后这儿有这个符号 users 然后users root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注册路由 大家看我们这儿 注册路由呢 是直接 大家看这个block handle block router 这个是注册路由 对吧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直接这么注册了 直接这么注册了 然后这个里面呢 这个里面呢 我们会获取 这个各个的pass 对吧 像list啊 还有什么 detail啊 等等 各个的pass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里面 它里面注册的时候呢 它还要加一个根的一个路由 比如说这个index root 我们打开这个index root 这个文件 就这个 root里面的index.js 可以先撤销一下 之前的改动 好 听看没了 好 大家看这里面 这个里面 它有一个router router.get 就是router的get 这是什么意思呢 router的get 就是跟我们 这个地方的这个 if method等于get 是一样的 大家看 我们自己写的时候 if method等于get and request 等于pass 等于什么东西 和人家这里写 router.get 后面直接加一个pass 哪个更加简洁 就这种方式 和这种方式 哪个更加简洁 显然是人家这种更加简洁 它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来去定义一个路由的回调 而且它路由是个函数 我们这个路由 是放在这个if里面的 这一坨带的东西 导致我们这个路由文件里面 有好多个if 大家看 是不是 有好多个if 就如果你的程序里面 if比较多的话 就证明你的程序设计的有问题 就是你的程序偶合比较严重 你的程序没有按照模块来插翻 它这个设计模式上 就是有问题 我们承认 我们之前做的有问题 就这块有问题 当时为什么不改 为什么带着问题不改 就是因为为了衬托 我们使用Express的时候 它的一个便利性 以及一个 就是捷偶核性 还有这个模块的拆分性 所以说我们这儿不改 我们也没有改的必要 对吧 你再改改来改去 改出来不是还是这种情况吗 所以说我们直接用这个工具 别玩了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是个路由 这个router就可以通过 Express router这个方法 直接去生成一个路由 这个实例 然后router加get 然后这里面 加一个pass 就可以定义这个路由的 这个 其实这个函数 跟我们这个地方写的 这个if里面这个语句 基本上是一样的 就实现的功能 基本上是一样的 后面这个Response 叫router 这个大家先不用看 这个router先不用看 我们暂时不管它 然后 路由定乱完之后 我们引用到这儿来 它有一个app 有点use 然后后面又有一个pass 对吧 它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将这两个pass拼接 就是这是个根目录 那这也是个根目录 对吧 这对应的什么 对应的就是说 我们要 访问的就是一个 根目录 看一下报告错 我看一下 不好意思啊 我们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说这个Response router不用管 但是 它要依赖于前面的一个 我们注视的 这个地方 所以说我们先把 这两个注视解开吧 这两个注视解开 但是 我们虽然解开 但是大家 大家先不要管这两行 就这一行 和这几行 大家先不要管 我们先保存一下 可以刷新 又回来了 对吧 你不要管它返回的是什么 你看这个路由 这个路由 就这个 根目录这个路由 对应的就是 这里面的这个函数 但它返回什么 我们先不要管 对应的是这个函数 然后我们关闭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 Udler的这个路由 大家看 Udler首先定一个 Fullpass 这可以作为一个Fullpass 然后Udler是Router 打开它的代码文件 这里面 Router.get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 根路径是吧 如果我们只看这个文件的话 就是这个users.js 这个文件的话 那我们访问这个路由 应该怎么访问 我们应该去访问 它的根路由 对吧 我们应该访问 它的根路由 但是 这个文件注册的时候 前面又加了一个users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 访问它的时候 应该前面加个users OK 是不是就这样 对吧 这样就返回了这个结果 Response with a resource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要返回的这个结果 对吧 所以说 它的这个地方 注册路由 首先 我们把不同的路由文件 单独进行拆分 对吧 拆分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用Router.get 和我们加个 子路径 来去设置路由 大家看 这是个子路径 对吧 这是个子路径 然后它的副路径是什么 副路径是前面这个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为它设计 两极路径 第一个是副路径 第二个是子路径 比如说我们的副路径 是users 我们这个子路径 当前是根路对吧 我们这可以设计和ABC 保存一下 我们再去防卫 应该就没有了 然后我们users ABC 看就有了 对吧 所以说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我们先删掉它 回来 好 另外就是这个 router.get 是获取get的请求 对吧 那我们router.post 那肯定就是获取post的请求 是吧 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我们先把这个app.js 解释完 然后再往现在是 检测这个404的情况 就是 你看 我们 ATP请求来了之后 我们先去生成实例 实例里面呢 就做各种设置 是吧 然后使用日志记录 然后解析post json 解析post 其他格式的数据 然后解析cookie 然后再去处理路由 解析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处理路由 对吧 处理路由 就会告诉我们 去返回什么东西 对吧 万一说我们访问的地方 路由没有 没有获取到 就是我们访问的路径 没有在路由的处理范围之内 那我们肯定要返回404 是吧 就返回404 然后下来的这个呢 是一个error handler 就是我们 这个我们在讲 那个中间件的时候 在几块说吧 就是 如果是我们的程序 有问题的话 这儿大家看 有一个500 对吧 有个500 程序有问题的话 他会把这个问题 给他抛出来 把问题的信息 给他抛出来 并且显示一个状态 是500 方便调试 而且他这儿加了一个什么 加了一个 environment等于什么 development 为此我们可能还要去 改一下 就是我们在这个 paggdisk里面 写的这个 environment是dev 对吧 所以说我们 拷贝过来 把这个改一下 改一下 这样就保持一致了 对吧 如果我们的 环境面量是dev的话 就显示error 如果不是dev呢 我们就不能显示 因为上线之后 你的程序出了问题 你不可能把问题 报给那个 外网的用户 对吧 你本地开发环境 出了问题 你可以把这个信息 给他抛出来 但是上线之后 你出了问题 就返回个空就行了 你不能把自己的bug 报了给 外网的用户 所以说我们 看似有点乱 但是它是很规整的 这个整个的这个文件 我们再回顾一下 这个是处理 这儿处理404的 然后express呢 是我们主要使用的工具 pass是什么 是一个nord.js 提供的一个 像pass这儿 这些 一个路径的一个工具 然后再往下 cookiepasser cookiepasser是处理cookie的 它跟我们自己写的 处理cookie的 效果是一样的 然后logger呢 就这个morgan 是用来记录日志的 至于怎么样 往文件里面写 我们后面再一块说 然后这两个呢 是引用我们定义的 两个路由 路由文件 对吧 然后再往下 就是引用完 所有的引用完之后 我们生成一个实例 这个实例呢 作为一些设置 这一行 我们先不管它 因为这一行是前端模板的引擎 我们先不管它 就这几行 然后这个 我们定义这个 写日志 这个呢 是解析postdata里面的 这个daten格式 这个呢 是解析postdata里面 这个urlincluded的这种格式 然后这一行呢 是解析cookie 然后这一行呢 是设置进台文件 这个我们也先不管它 然后这两行呢 就是处理路由了 因为解析完了所有的东西 我们就可以处理路由了 处理路由的时候 其实这个请求 就已经到了这个 比如说处理这个uders 然后udersroutil这里 这个东西的时候 它就已经到了我们这个 路由的这个代码中来 对吧 然后返回信息 如果路由没有监听到 就是你访问的这个地址 并不在我们路由的监听范围之内 那就可以就返回到4.4 对吧 如果是说发生了什么错误 比如说我们程序 有什么语法的错误 它就会抛错 因为我们发生错误 就会抛一个500的错误 它就会抛错 然后抛错呢 它还区分一下环境 如果我们的环境是开发环境 那我们就抛错 如果我们的环境 不是开发环境 那我们就抛一个空信息 就什么都不要 我们大体上把这几个 太简讲完了 有两点需要注意 第一点就是什么 千万不要去深究一些东西的细节 就是你使用的是一个框架 对吧 你使用的是个脚手架 生存框架的开发环境 基本上这个开发环境来了之后 能满足你的要求就可以 对吧 你不要去深究一些东西的细节 如果你深究一些东西的细节 那就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一个圆满几点的层面 包括什么呢 包括我们这个 边缘里面这个3w文件 这些东西 大家也不要去太深究细节 就先这么用着 然后呢 第二点是什么 重点的一些插件一些工具 像这个cookie parser 像morgan 像什么路由处理 这些 包括这个什么extra的json 这些 你要明白它的一些原理 这两个不冲突 不深究细节 不代表说你不去理解它的原理 所谓理解原理呢 就是你要去联想我们之前做这个 不用框架的时候 我们到底是这东西 我们是怎么做的 到这个层面就够了 到这个层面就够了 不要去深究一些细节 但是你要理解一些重点的一些 知识点的一些原理 OK 那我们这一节呢 把这个eprgs整体的就过完了 这里面至少是每一个 每一套代码 大家都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就是这一步就已经OK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会使用它这个路由 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 get请求和post请求 看看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用的 给大家看